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课题呢 就是 西马东渡过去东马的政党 怎样了 这个课题呢 其实自从上几个礼拜 沙拉瓦州选举过后 就一直都有人在谈论 然后我到了现在我在谈 为什么这个课题呢 会突然间被谈起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不久前的沙拉瓦州选举 西马过去沙拉瓦的 全部兵败如山倒 倒到弯弯 尤其是西联 西联三个政党都是西马东渡过去的 包括了行动党 共振党跟澄清党 其中只有行动党只剩两席 然后共振党跟澄清党捧弹十到晚 就因为这样的选举结果呢 就让大家开始探讨一个想法就是呢 是不是现在沙拉瓦的人 是不是现在东马的人 已经是完全的抗拒这个西马过来的政党 他们是不是要非常的强调本土性的政党 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思考这个问题 其实答案是的 答案是的 我认为是的 就是东马的人 沙拉瓦的人真的是排斥西马过来的政党 然后他们现在是强调本土性的政党 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 原因就是我们沙拉瓦呢在1963年之前呢 他们几乎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他们是1963年才加入马来西亚 然后呢 这60年来呢 沙拉瓦人还有沙巴人 东马人 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想法啦 同一个印象啦 就是认为呢 他们好像寄旨这样 然后呢 西马的才是亲生儿子 然后中央政府呢 长期都是由西马政府主导 然后呢 西马的中亚政府呢 一路来都把西马当作亲生儿子来对待 然后至于沙巴沙巴东马这些呢 就有点像稷子这样来对待 就觉得在资源分配呢 是极度的不公平的 所以他们长期呢 都会有这种怨恨 所以对西马呢 肯定是不满的 为什么不满西马 就觉得西马亏待他们 然后西马是一个 主导了这个政权这么久 然后也没有下放资源给他们 然后什么东西都是由西马挖席 他们是非常的不爽这一点 如今你们西马的政党 还要过来这个东马这边抢摊 当然他们心中是更加堵然 可是如此说来的话 这种想法是现在才有吗 在之前为什么会没有呢 就比如说上一届的大选呢 沙拉瓦周选呢 行动党还可以剩很多戏哦 为什么呢 这也是有一个解释的方法 OK 行动党在之前呢 沙拉瓦的周选可以剩这么多一戏呢 我觉得五个字可以解释 就是华人的反风 OK 纯粹是华人的反风 导致这个行动党在所有的华人区都可以升到完 啊 因为华人的反风 大家都知道华人反风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 华人很讨厌国政 只要是以国政对立的 华人都会支持 而在那个时候 选择不多的时候 华人普遍是认为行动党就是反国政的代言人 所以华社就会把票投给行动党 然后就代表了华人的反风 可是现在呢 这个时间点上呢 华人的反风呢 似乎不是主要的诉求了 已经不是主轴争议的东西了 啊 现在啊 沙拉瓦人呢 是更加注重的东西 是这个 啊 本土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在这些沙拉瓦走卷里面啊 升的全部都是沙拉瓦的本土政党 啊 接下来呢 我可以断言啊 就是了 起码要过去沙拉瓦的政党是相当的难走的 啊 不管你是行动党 公正党还是神经党 都是非常难走的 啊 更不用说国真的政党要过去也是一样死的 啊 沙拉瓦人已经表现出一个很强烈的抗拒西马过来的政党 他们只要本土性的政党 即使之前会因为华人的反风而偷行动党 可是现在对他们来说呢 华人反风已经不是他们最主要的议题了 他们最主要的议题是沙拉瓦的本土性 啊 现在沙拉瓦是如此 我们拭目以待呢 沙拉瓦接下来会不会跟着这个沙拉瓦的后脚跟 跟他做一样的事情 现在沙拉瓦呢 其实还存在着西马的政党 啊 尤其是国阵啊 不过 虽然说现在沙拉瓦的执政党是那个沙拉瓦的国阵 但是你看他的成员其实也是本土性很强的政党 也是全部都是沙拉瓦的班底 没有什么西马的因子 啊 只是因为沙拉瓦呢 长期呢 是被这个巫统统制 所以呢 他们还有一点点啊 西马的因子啊 不过呢 我相信呢 过了不久过后呢 沙拉瓦呢也会跟这个沙拉瓦人一样 就是呢 他们会完全的抗拒 排斥这个西马过来的政党 到最后也是全部都是本土化 啊 到最后你可以看到即使是沙拉瓦统 都是非常沙拉的沙拉瓦人 啊 不是西马的沙拉瓦人 哈哈 ok 啊 接下来呢 其实啊 这个也不是坏事啊 老实讲 我有我独特的看法啦 我觉得呢 沙拉瓦跟沙拉瓦呢 他们强调他们的本土性啊 其实也不是坏事 我以前我有个视频 我有说过 就是呢 这个马来西亚呢 现在我们的社会的主要分歧了 我们社会主要分歧点呢 是种族 ok 啊 每一个国家的社会都一定会有分歧 啊 有些国家的分歧点是贫富 啊 有些国家的分歧点是宗教 有些国家的分歧点是 啊 像台湾这样子就是同跟独 啊 马来西亚的分歧点很明显就是种族 大家超来超去都是超我是华人你是马来人 啊 ok 如果啦 有一天啊 我们的种族分歧了 不再是 种族 我们的社会分歧不再是种族 那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我们的社会分歧 啊 我有想过一个概念 周数 ok 你看啊 你看回去沙巴跟沙拉瓦 沙巴跟沙拉瓦 为什么 没有什么种族问题的 你有发现到吗 沙巴跟沙拉瓦好像是近乎完全没有种族问题的 啊 大家 在沙巴跟沙拉瓦里面啊 你很少听他们讲我是华人你是马来人 你会听到他们讲我是沙巴人我是沙拉瓦 为什么我们西马这边啊 种族却分到这么清楚 啊 什么原因 因为啊 我刚才说的 沙拉瓦人 沙拉瓦人 他们不分种族 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团体 然后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啊 我说敌人这个词我要开银号管银号啦 啊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然后这个敌人呢 就是西马 就是西马 啊 啊 所以 他们的没有什么社会分歧点的 他们一路来都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沙拉瓦人要团结 因为呢 有个大魔王每天在压破我们 那个人就是西马 这时候他们就会团结了 OK 沙拉瓦人也是一样 啊 可是呢 换来我们西马这边了 我们西马这边 我们就没有一个大魔王在上面了 是不是 我们只能想咯 华人就是每天在想咯 马来人是我们敌人 马来人没欺负我们 啊 马来人也是一样的想法就是 华人是我们的敌人 华人有可能会来欺负我们 哈哈 所以为什么我们西马的社会分歧点就是种族 啊 可是在东马却没有这样的事情 啊 所以呢 我说东马呢 沙巴跟沙拉瓦的他们坚持他们的本土性了 有他的好处 OK 我事先我举过一个例子 我比如说了 如果有一天啊 我的楼佛 不再是分 马来人就要支持武统 华人就要支持火箭 然后 有一天并不是这样的情况 有一天呢 有可能呢 楼佛呢 会出来一个新的政党 叫做巴蒂邦社交货 楼佛民主党 啊 然后这个楼佛民主党呢 当然还是马来人主党 可是你讲不出 他到底是单单属于马来人的 还是属于华人的 你讲不出 因为他是属于楼佛人的 啊 然后这个政党呢 他就是呢 专门只是争取楼佛州的权益罢了 啊 他不跟你讲种族 不跟你讲宗教 他的任务就是要跟中央政府配 要跟中央政府争取这个楼佛州的权益 啊 就好像现在沙巴沙巴这样啊 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会告诉你 楼佛也有可能变成沙巴沙巴这样 到时候 在楼佛里面也没有人会跟你讲 我是华人你是马来人 我是楼佛人 然后我们今天我们要去跟中央政府配 哈哈 啊 明白吗 啊 可能接下来呢 其他州属呢 也会 做一样的事情 啊 这只是一个概念啊 所以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了 至于 至于楼佛距离 我刚才讲的那个目标还有很久了 啊 不过可能迟早会实现了 我现在说的是沙巴跟沙巴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明白吗 啊 OK 所以我今天废话讲够多了 我总结一句就是呢 沙巴沙跟沙巴呢 我是觉得啦 他们到最后他们会抗拒一切来自西马的政党 然后到最后他们的政治会完全本土化 啊 甚至有一天他们要独立 脱离马来西亚 我也不觉得奇怪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